现场来关心 桃园中立火车站后站 有民众控诉正在施工中的停车场地下结构工程 为了施工方便 把水沟堵起来 造成水沟的水无法分流 溢出路面 甚至从墙壁渗透到民宅地下室 超思剥茧之后发现 这个工程是市府委托铁道工程人员师座 铁道局回应会协助把水沟疏通 也会帮民众做防水工程 处理善后事宜 屋主吕先生实在好无奈 因为看到自己家的地下室淹水高达10公分 脚都泡在水里 推水器怎么推地板的水还是一样多 这可不是台风淹水造成的 而是中立后火车站施工中的停车场地下结构工程惹的祸 民众指控相关单位为了施工方便把水沟堵起来 造成水沟的水无法分流而溢出到路面 甚至疑似从水沟外源一路往内渗 造成民宅地下室大淹水 你就拿沙包将水沟堵起来 那边你是用水排不出去又来啊 又搞成这个样子啊 这个水已经这么多了 几个月前就通知就改善 到现在也没有改善 因为小人漏水都搞不好 还搞什么工程 吕先生气炸了因为最近三个月地下室常常淹水 抽丝剥茧找到源头 但反应后都没有改善 就怕万一漏电会发生意外 它原来的水沟有些堵塞 所以造成水沟的水正流到那个地下室 那我们现在已经请人家 尽快把地下室的水帮住把它抽干 那后续我们会尽管协助把水供 阻通 据了解这个停车场地下结构工程 是是否委托铁道工程人员失作 目前工程处会先帮住户做防水工程 协助善后 只不过为了贪图施工方便 却造成住户家里淹水食料未及 记得林朱强 桃围报导